大人赤博穿着小短裤 男大学生在狭窄走到游起泳来 但这个地点可是在大学的宿舍里呢 男大学生把宿舍当泳池 虽然是枯瘦消暑法 但也凸显出如果没有冷气动动脑 也会有凉爽的快感伤失 后纸板还有加上宝特瓶 真的能够让室内降位5度吗 马上来实验看看 准备不用的6个宝特瓶 裁剪下半部再放入后纸板中 平底朝外 平口朝内装在窗户上 原理就像张大嘴巴吹气 感觉像是暖乎乎的 如果嘟起嘴巴吹气 感觉就会凉快许多 南亚孟加拉的居民实验 没钱有没钱做法 打造爆特瓶冷气机 号称铁皮屋内就能够降温5度 真有这么省吗 它从平口进入到室内空间中的时候 这个空气会急速的膨胀 那空气如果急速的膨胀的情况下 就会符合所谓的热力学的第一定律 它的温度就会降低 现在室内温度大约是30度 而还有一招就可以透过5分钟内 室内迅速降温 准备金属碗里头装着冰撒满盐 电风扇对着吹 结果大约5分钟过后 撒了盐的冰开始融化 而室内的温度大约从30度掉到27度 原理就是加了盐的冰能够让熔点下降 吸收空气中的热能温度跟着叫 不必装冷气 省钱无配方 因为气象局中心主任 正名点提醒 接下来日子还会越来越热 不止5月份 全球平均气温都创了历史记录 连续三个月内的月均温也飙新高 DIY自制降温省器 多多少少替自己省点荷包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